第一個球就出手 這個球中間方向落地形成安打 現在臉包上面的跑者要繞過三壘 往本壘這邊跑啦 第五棒的胡金龍 敲出了中間方向的安打 帶有一分的打點 哇 今天在失誤之後 這個打點是相當的重要的 也讓一大這場比賽是破蛋了 中下的第一分 1比1的平手 失誤之後的可怕串聯 真的請教 我今天不管是Lamigo或是義大 都有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當對方失誤在痛的時候 讓他更痛 哇 我們看這個已經快挖地瓜 這麼低的球還被他掌握到 球的弱點也漂亮 胡金龍在平常不打棒球的時候 最喜歡去打高爾夫 整個擊球的動作有點像高爾夫 我覺得直接安上國嶺 對 對 谢谢